这个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真一心 不识善行 你一句佛号 难以消八十亿戒生死中罪 这不是假的 佛不骗人 佛句句都是实话 我们今天念佛 你一万圣佛号 消不了一个罪 人家一生佛号 消八十亿戒生死中罪 那是怎么念的 印光大师讲的 沉浸心 你的心万分沉浸 就能消万分罪 一分沉浸 能消一分罪 十分沉浸 能消十分罪 就这么道理 我们没有沉浸心 随着佛号念都不行 你看念佛 妄念夹杂在里头 妄念 把我们念佛的功夫 破坏了 不能说没有好处 好处 好处不大 看不到其效果 如果没有咱们 叫 业心 轻心 轻心 啊 最后 菩提心 平等 慈悲 一句佛号里头 有真诚 轻心 平等 慈悲 跟佛感应到久啊 这 一念 相应 一念佛了 念念相应 一念佛了 心是定的 心里头真有佛 深深涅涅 求生净土 我们 多数人不行 念佛谁会死去 这个世间非常流利 这世间什么字都要关 什么都不能放下 这样念佛跟阿弥陀佛 接个月 将来肯定会成就 但是不知道要过多少时候 李老师 在无量手机梅柱里头 皮特说 这一世不能往事 不免 不免 长节轮回 他没法子避免 那在等 长节轮回之后 再遇到人生 再遇到佛法 可能 你就能生起信心了 你就认为佛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有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佛会骗人吗 骗人的人 都是有歧途 都是有目的 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家了 他家庭环境不是不好 父亲是过往 他是大太子 集成王位的 他能够血弃掉 还会到外的一片人 哪有这种道理 灭度之后 这些弟子们将释迦牟尼佛教会 集结写成文字 流传个后世 那又骗人吗 他这些菩萨弟子 声闻弟子 是不是干骗人事情 他的目的活在 而且佛很清楚 知道这个法院慢慢会衰 佛法在这世间会灭掉 一万两千年之后 佛法在这世间就没有了 寺庙没有了 佛像没有了 今天没有了 世界 免不了陈诸怀孔 所以他没有理由骗人 如果说无理 没有任何目的骗人 那就神经不正常 神经不正常 能说出这些道理出来吗 不可能的 这是真正的好人 真正慈悲 真正立业 一切众生 而没有自己的人 这种人要不相信 我们就没有福报了 遇到了好人 要认识 不要出苦 佛陀虽然不在世间 遗教这世间 八万四千法门 得到一门就能得度 三藏经典 得到一部经典 我们也能得度 何宽得到这一步 最难遇到的 我们遇到了